狗子舔了一口蝉除,瞬间变得双目迷离,兴奋地在院子里乱窜,主人心想,完了,这又疯了一只,果断把狗子扔到戒毒中心,不是爱舔蝉除吗? 在这里能舔个够,啥时候戒掉蝉除,重新做狗,啥时候才能出来,这蝉除到底有啥魔力,能让狗子为之疯狂? 这种大号蝉除,名叫海蝉除,体型不是一般的大,这家伙自从被引进澳洲之后,就像是来到了快乐老家,招猫斗狗,疯狂增长。 一般情况下,澳洲人对这些外来小动物还是非常友好的,但这次不一样,自从海蝉除出现后,家里养的狗子一只只像是疯了一样,一有空就出去舔海蝉除。 要说这狗子和海蝉除之间的恩怨,其实也是海蝉除引起的,海蝉除在澳洲没有天敌,它觉得自己能称王称霸了,平时吃点昆虫还不够,竟然盯上狗子的狗粮了,想尝尝狗粮的味道,狗子哪里能同意? 这可是他兢兢业业看家护院换来的,哪里能便宜了癞蛤蟆?于是,双方很快扭打在一起。 狗子不小心在海蝉除身上舔了一口,便一发不可收拾,海蝉除的身体表面会分泌出一种乳白色的液体,这种液体含有置换成分,狗子瞬间就爱上了这种液体,它能给狗子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。 狗子每天也不看家了,到处找海蝉除舔,主人实在没办法,打包打包,把狗子送到戒毒中心,谁能想到,癞蛤蟆都能受到追捧。 舔蝉除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狗子身上,很快就出现了狗传人现象。 狗子对蝉除爱不释手,部分青年舔蝉除上演,这种蝉除到底有啥魔力? 西蝉除的狗子一直接着一只,被送往了狗狗戒毒中心,狗子的事情还没解决完,澳洲一部分年轻人也迷恋上了海蝉除身上这种独特的味道。 海蝉除身体表面分泌出的毒液有一定的致患作用,其实这是它的保命手段,万一遇上天敌,只需要在它身上舔上一口,就会出现幻觉。 海蝉除能趁着这个机会逃之夭夭,但谁能想到,总有人喜欢挑战这种一般人难以下口的东西,蝉除也叫做癞蛤蟆,很难想象,第一个发现, 蝉除皮肤分泌物有致患作用的人,究竟对蝉除做了什么? 据说海蝉除皮肤上的毒液起效非常快,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让人有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。 一开始,舔蝉除的人群主要以一部分追求刺激的年轻人为主,他们会去专门收集海蝉除皮肤上的毒液,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争相模仿, 眼看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,当地政府才开始控制这种行为。 为了尽可能地消灭海蝉除,当地居民想出了各种办法, 像是开车直接从他身上撵过去,用巨石砸在他身上,将海蝉除抓起来放在热水里煮, 甚至有人举起猎枪将其直接打死,更有甚者将他捆绑在窜天喉上送他上天, 这些方法听起来确实很爽,但真能有效减少海蝉除的数量吗? 其实不见得,澳洲十五亿只海蝉除泛滥,年轻人吸他上瘾,狗子对他爱不释手, 当地为何有如此多的海蝉除?这就不得不提到很多年前的一件事了, 在十九世纪,欧洲人大力推广田时,很多国家都开始种植甘蔗来提取蔗糖, 然而在甘蔗的种植过程中遇到了大麻烦,它就是灰背甲虫, 这种昆虫的存在阻碍甘蔗的生长,大大减少了甘蔗的产量, 一开始,农民们只能徒手抓甲虫,不仅效率低下,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, 后来人们便想到引进蝉除消灭这些昆虫,海蝉除作为一种体型最大的蝉除, 很快就在一种蝉除中脱颖而出,被委以重任, 很多国家都引进了海蝉除来消灭灰背甲虫,澳大利亚也不例外, 海蝉除的出现确实抑制了灰背甲虫的生长和繁殖, 当时在很多国家都受到大力追捧,农民们一致认为是海蝉除拯救了甘蔗, 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甘蔗蝉除,然而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, 当初灰背甲虫的减少其实和海蝉除没有太大关系, 当地气候的改变让灰背甲虫的数量大大减少, 人们将这一切都归功在海蝉除的身上, 海蝉除来到澳洲以后便挺直了腰板,地位一下子就提升起来, 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是它消灭了灰背甲虫, 最重要的是海蝉除在澳洲完全没有天敌, 繁殖能力非常强悍, 当初澳洲只引进了一百多只海蝉除, 如今海蝉除的数量已经增长到十五亿只。